一个战场 七次较量 长途奔袭出敌 打掉骄兵 剿美系 军中战神 奇招迭出 集中优势兵力 打出我军神威 苏中七战七截 百战经典即将播出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苏中平原 水网密布 胡荡相连 既有小桥流水的宜人景致 也有积定厚重的悠久人文 水运悠悠之中 这片土地始终没有忘却一段 火红的革命战争岁月 在七战七截纪念馆一余 一座石碑颇为引诸目 在其身后的长廊里 这个字也被以大大小小 各种字体 镇刻在墙壁上 一个节字的背后 蕴含着华野将领 运筹帷幄 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 也记载着成千上万指战员 浴血奋战 连战连结的 《辉煌战机》 仲夏时节的苏中平原 芦苇摇曳 翻影点点 一派以泥风光 七十年前的那个盛夏 一位骑着自行车赶路的军人 却无心欣赏同样的美景 他就是时任 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素裕 此刻的他 正在前往华中军区司令部 所在地淮安的途中 一项重要的决策 即将酝酿出炉 1946年8月初 华中野战军 已经取得了 宣泰高南两场战斗的胜利 主力正在海安县东北交修正 而此时 在苏中地区连吃两次败仗的 国民党军卷土重来 第一绥靖区司令李莫安 正集中六个旅的兵力 从西南两个方向向海安进返 为了保存实力 于接下来的战斗中再传捷报 苏一决定 适时撤出海安 此次淮安之行 他就是要向司令部 汇报这一决定 苏中我们海安是一个评价 是一个也许是新军的一个中心 如果轻轻地撤退的话 这个是海安塔车很远 去做一个决定 所以他就只带了一个警卫员 去华中军区 汇报他的发生意图 苏一决定 苏一决定的警卫员 限制骑摩托车 然后我们书中是水管地带 摩托车没有油了 那么就乘船 乘船里到了一个岸上 看到我们有新军军一个背负场 又接了一年 破绝了自行车 苏一决定会骑自行车 苏一决定的警卫员 他不太会骑自行车 他不好意思叫司令来带他 他说 苏司令你骑车 我在后面跑 苏司令讲怎么行呢 时间不等人呢 我来带你吧 就是说 一天一夜 继行军三百里 到淮安 向华中奋决 山顶城 邓子慧 谭志明 共同赛业 形成共同意见 今天的海安与昆山 并列为江苏两大省级交通署名 有南昆北海之称 当年 这里也是苏中的战略要地 在国民党军看来 只要占领海安 就可以形成从泰州 经由江燕 海安 礼堡 直达海边的封锁线 同时 他们还判断 海安战略地位重要 我军势在必争 已经吃了两次败仗的第一随性区司令李莫安 企图一仗优势兵力 在海安与我决战 一局消灭我军主力 而肃郁的策略 恰好反其道而行之 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 杀伤和消耗敌人 从而赢得时间 保证主力部队休长 然后撤出海安 给敌人以我军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错去 台湾保卫阵呢 就是由我这个 华中野战军 去中来进行的 去中呢 是一个与地方部队 上上为野战部队的四个团 这个 去中呢 是呢 是古文卫 政委呢 是姬峰飞 参谋长呢 是胡比云 他们 都是苏中的子弟兵 其中的部队 那然后呢 在海安防御之中 这个当时呢 是天下大雨 这个广文卫 姬峰飞 胡比云 就在大雨之中 进行指挥 那么呢 慈营地人的进攻 当时呢 就是驻如报的 六四五师 两个女 四四九师 还有这个 二十一师的 以及 驻这个 江印 配着的二十五师的 这个两个女 从南兵和西面 向海 进行进攻 那么总共呢 是五万多人进行进攻 用四千余人 去抗击五万多敌人的 轮番进攻 确实需要 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这是第七宋队 三位首长 事后的回应 然而当年 由于七宋目标明确 战术灵活 这场防御战 打得毫无压力 他们以破路设仗 侧击游击 夜袭扰敌等方式 持之了对手的进攻速度 与七宋相比 国民党军兵力众多 弹药充足 炮火猛烈 还有空中战机配合 然而 苏中战役是人民的战争 华耶治战员的身后 是数十万热情高涨的苏中人民 当时的我们韩恩姓 当时叫紫石姓 我们统计的就是有三十万人次 真实的 苏中的战役 东洋的名船 大约是一万多条 韩恩就是 所送的供粮 有一百万弹左右 所以有力地支持 苏中战役的展开 卢尾档里 一艘艘小船往来穿梭 为前线将士运送补给 军民一心 众志成成 如同这绵延无际的卢尾 风吹不断 浪打不倒 当时我们海岸 只有六十万人口 但之前民工 就达到三十万人次了 整个苏中地区 自己民工达到五十万人次 所以苏中战役上 也离不开 人民区断的大的支持 1946年8月4日 华野主力撤出海岸 七宋所属四个团 只有一个团 打过大的战役 但是四天的战斗中 这些苏中子弟兵 抵挡住了五万多敌人的 轮番猛攻 一举取得苏中战役第三战 海岸保卫战的胜利 国民党的军队来 依靠飞机大炮 进行进攻来 所以说 我们第一个要保护 第二个要减少上亡 所以当时我们进行了 三道防径 雌银 敌人的进攻 在海岸保卫战争之中 创造了 我方上亡的 大概是两百多人 而国民党进攻的部里 上亡的是三千多人 达到了十五比一的 在一个辉煌的战果 然后就是说 我们雌银的目的已经达到 那么在8月3号的时候 其中就主动 撤出来海岸 七宗的顽强抵御 使主力部队按计划进行了十多天的修正 而在这十几天里 国民党第一绥靖区 竟然没有发现 我主力第一师 第六师 就在海岸东北交修正 更没有发觉其 已经转移 华野主力撤出海岸后 第六师五师 第105旅 星期旅 纷纷涌入现场 并开启了进攻会 洋洋得意的宣告 苏北共军大势已去 那么当时的国民党的部队 正人的寒以后 就是得意忘形 他认为正人的寒 就是把华野的 野政政的指挥部 都供下来了 他们的正果 应该是非常的辉煌 同时他们部队 所上报的 部队上网的时候认为 就一四六师的 上网了两到三万人 一四六师的 都以下海逃走了 所以他们对 这个占领的这个海岸 以及从扬州 泰州 海岸这边包括到黄海边 他就准备凝成一线 那么对已经占领的地区 他也进行围剿 进行围剿 所以这块他们也认为 我华中野政政的主力 已经摆册了 所以这块他们就方形大展的 进行这个据点 据时任华野第一师副师长 陶勇国医 这样一来 敌人就在西起扬州 东道海边的三百里地段上 摆了个一字长蛇阵 便与我们各个击破了 而我们 由于华中野战军 谭振林政委 率领第五旅到了苏中 更增加了有生力量 现在 就看我们下一仗 选在何时何地了 对于海洋保卫战 就是从这个角度 以及从保全武卫战施力 这个角度来进行考虑 当时就是说 不在于一城一地的 在一个得势 所以讲就是对于海洋 就是说 进行军军防御以后 然后主动撤离 这也符合了以后 毛泽东走起来 就是说这个全人师弟的 应该说人地皆存 如果全地师人呢 应该是人地皆失的 这样一个战略的观点 所以在第三章以后呢 同时呢 让公民党呢 骄傲 麻痹 杨庄村曾是海安县 李宝镇百姓 抗击倭寇的古战场 70年前 华中野战军 七战七节中的第四节 骑袭李宝就发生在这里 矗立在村民广场上的 这座纪念碑 详细记载了当年的战斗经过 1946年8月初 正当国民党军进驻海安 欢庆胜利之时 华中野战军的将领们 已经在寻觅下一站的进攻地点 李宝镇就位于 陶永副市长口中那条 疑似长蛇镇的东段 此时 驻防这里的 只有敌第105旅 第314团 南北无靠 李宝镇自然成了 华野发起起席的首要目标 1946年8月10日 第一整编地二十一师 新妻旅副旅长田从云 率十九团 前来李宝街坊 敌人交接之际 正是进攻的好机会 在这个时候 所以就是把我主力 华中野主力一师 要是其中全部调过来 一个晚上就把旅宝的手机解决了 然后在第二天 把海岸资源旅宝的动调制机 在路上把它全部消灭掉 所以从苏东家的情势来说 应该说 我们花族已经在所有的领导之下 能够 这个失事求是 同时能够高瞻远走 同时在战略的指挥上 能够信任一拍 供人一手 此次齐袭李宝战斗 前后仅二十个小时 华中野战军共歼灭和俘虏九千余人 大错敌军士气 战斗结束以后 李默安大发雷霆 把战斗失利的责任 全部归在新西旅头上 并扬言要承办旅长 黄伯光 对黄伯光来说 这次失利 不堪回首 在战斗降报中 他痛心疾首地写道 此次李宝战役 因遵命行动 致陷重围 立足未定 即发生战斗 匪军对我行动 完全动袭 铸成陷阱 带我深入 且集中优势兵力 拒歼我军 其情报之敏活 为之所不及 最惊人之外 即周围五十里内 所有军民全体动员 致我突围官兵 处处受击 人人被俘 出极少数万 无一漏网 你也能说 当时的就是 我们花生野军部队的 这个装备的 还是比较 相对于公民党的 部队来讲的话 我们的装备 还是比较怒厚的 那么从 这四次战略 我们缴获了 大量的战略品 包括美式的机关枪 冲锋枪 还有跑击炮 还有流量炮 这个也装备了 我们花生野战军的 军事的装备 战略里也得到 很大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 其实广大战士 干部的这个四起 所以书中 军名了一句话 就是说 当时有所说 就是讲的 就是毛主席当家了 就是家家旺 苏司令打架了 仗仗顺 也就从这儿 开始流传开来的 自1946年7月13日 宣泰战斗发起 到8月10日 离宝战斗结束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四次作战 国民党军损兵折将 被捡三万多人 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 一面继续从江南抽调部队 加强海岸 如高南通地区防御 一面抢修公路 扫荡如黄通如公路两侧 企图北半 绍博高游 配合淮南淮北之国民党军 禁逼我华中军区司令部 淮安 此时 华也接到了来自中央军委的指示 苏中分散之敌 立于我各个击破 望再组织几次作战 凡能歼灭之 一概歼灭之 你们能彻底粉碎 苏中将军之进攻 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接到命令后 苏玉当即决定 以黄桥为进攻方向 从如高以南的丁燕 林子打开缺口 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 带敌人调兵回原之时 于运动中歼灭之 他讲究模拟 齐 绳 快 短 为什么呢 战斗这种优势比例要快 长途分析也成为一个筷子 在短之间要达到模拟 达到攻坚取战的效果 所以它在战斗的过程中 它是不断地变化的 不断变化 位于长江北岸 江海平原上的水乡古役 如高 是一座具有江南风韵的小城 如高好 信步 茂家桥 流水几湾 迎客梦 楼台阁院 四门笑 往事 宋前朝 这是园林大师 陈从周先生 为如高所作的一首小诗 沿着寻常 巷末 领略古城风貌 就如同打开了一本 记载 千年江海文化风情的献装书 七十年前的那场 烽火硝烟 并未波及如高城内 这座秀美的江海小城 幸运地避免了战火脱炭 但由于其地处海安 南通两地之间 地理位置显耀 几次重要的战斗 都是围绕这里进行的 就现在我们的如高的地域范围而言 在国民党的那个统治版图上 当时海安 礼宝那块 都是属于如高的范围 就是在整个苏宗战 从如高南部 打到如高北部 再打到如高的东北部 再打到如高的南部 再打到如高的西部 整个苏宗战域 是围绕着如高城打了一圈 我记得苏宇将军 曾经在买本书上说过的 整个苏宗战域 是围绕着如高城展开的 丁燕镇 位于南通和如高之间 镇前花团紧簇的小广场上 一座战斗纪念碑 威然处立 安然守望着不远处 华野将士曾经浴血奋战的通路公路 当时占据此地的是 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和数个保安团 交警总队在日本投降前 称忠义救国军 日本投降后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 名义上属交通部 负责维护交通 实际上是属于军统头目代理的特务武装 专门对公路沿线解放区进行清剿 一个战场七次较量 长途奔袭出敌 打掉交兵脚美系 军中战神奇招迭出 集中优势兵力 打出我军神威 苏中七战七截 百战经典正在播出 1946年8月21日下午 按照既定部署 华野第一师一部向丁燕进发 第65个团向东南方向的林子 发起进攻 苏中战役第五战 丁林战斗正式打响 离宝战役之后 我们华中与野战军的主力 他又回思南下 又到了国民荣道的南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定应林子啊 这个地方 他的守卫部队是国民党的交切中队 第七交通警察 第七交通警察 你别看那个交警啊 他可是一个全美式武装的部队 这个 但是部队呢 装备虽好 但是他的训练不行 所以定领战役的时候 我们这个华中与野战役 对定领连着分别展开进攻 所以 整个战役还是非常顺利 实质盛下 就在通如公路两侧 华野主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战斗进行到第二天 原本骄横的敌军 指挥陷于瘫痪 防御 崩溃拔击 为了全坚守敌 华野指战员顶着裤鼠 穿梭于遍地的青沙障 追赶向南逃窜的二百多名敌人 时任华野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 饶首昆将军会议 当时秋老虎相当厉害 庄稼地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 脸上和胳膊被高粱玉米叶子 划破一条条穴道 加上汗水流尽 火辣辣的 就像刀子割肉 疼痛难忍 但是 指战员们为了尽快消灭敌人 个个不怕吼喝泪 就算从南通 到如果这个阴线的 总要的 中军的人做的公平 他们想切通我们 和警方军队 根本有这点联系 想切通冻户式的联系 所以 所以把这个电灵机员 你打以后来 就打通了 难通 到如果里 这么 打的 打的 打的通道 丁林战斗共进行了三天 尖敌交通警察五个大队三千余人 并搅和了美国造十轮卡车七辆 以及上百支卡冰枪 战士们笑逐言开 得意地说 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 知道我这汉阳造不好用 就给我送来了卡冰枪 来多少收多少 连个收条都不要 我记得在丁林战役的时候 我们搅和了国民党的重型车 重型这个汽车 当时我们的部队需要这个车 但是呢 因为我们交通 有很多方便 要想运过那个通阳大河 要那个通阳河 要经过很多的老百姓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居住的地方 然后我们老百姓 就把自己的房子拆掉 让我们的重型的汽车 能够通过 这个我们这个 如果老百姓为资源 这个速农战役 可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如果这时候参军热潮 也是一浪见一浪 一浪见一浪 据过完全统计 这时候参军呢 有上千人 源源不断地补充了 这个我们华中演讲 这个这样的一个战斗力 好多不光是地方武装上乘 还有民兵 组终参战 这个这个这个参军 二环印古金 一脉水灵秀 顺着如高城内的 悠悠玉带河水 时光回溯到七十年前 对于华野指战员来说 这座小城温满 却并不柔弱 炮火连天的日子里 这里的百姓成为了战士们 最坚强的后端 当时我们好多的民工 特别的妇女们 为抢救上员做出了 这个很大的牺牲 像我们在我们塞外一条大河 我们的妇女同志们 为这个信资军 伤员洗衣服 结果那个整个一条河水 全部染红了 染红了 无论是当年弥漫的战火硝烟 还是庆祝胜利的喜悦与欢呼 都已随时光远去 留下的只有静静长眠 在这里的烈士们 一排排墓碑上 详细记录着烈士们的生平 七十年前 丁燕百姓自发组织起运辆队 单架队支援新四军战斗 正如素玉在战后所回忆的内容 虽说这一战 是我方插入敌人侧后 但这敌后 实际上是我们的老根据地 老马熟路 军民都习以为常 所以当刚刚发起战斗时 十六个团三万多人夜行军 连家劝经费之声 也难得听见 定人们就煮上了五十万件粮食 把这个小麦玉米 做木成的米粉 煮上了馒头 塞上了馒头盖 塞上了馒头盖来 等普利一刀的时候 其实都要补兆 电家队呢 去跟普利一起才进行炸减 我们有很多的电家队员 夏天的时候比较热 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盖在三平原的身上 自己挂了板子 台电家 当时呢 那个陆联盟的野草比较重 他们冲着炒鞋 脚上了锁 刺破了 跑起来绣炮 跑起来绣炮 什么鱼了 粮食了 到这儿都不用 这很小残似的 丁林战斗的胜利 打开了脱入敌后的大路 总司令肃力决定 成胜转兵 直入敌区 一个战场 七次较量 长途奔写出敌 打掉骄兵 剿美系 军中战神 奇招迭出 集中优势兵力 打出我军神威 苏中七战七截 百战经典 正在播出 这座掩映在 油菜花丛中的石碑 记载了曾经发生在 这条公路旁的战斗 这就是苏中战役的 最后一战 如黄路战斗 1946年8月25日 丁林战斗刚刚结束两天 通如公路以西的如黄路上 战斗再次打响 与之前几次战斗不同的是 此刻国民党军正在增掉一个师的力量 向邵博进攻 邵博必须盘守 因为呢 在苏中战役期间 我华中分局的舍府 在淮安 而邵博 受淮安 在那门铺 邵博被攻击了 我华中分局的舍府 就受到了威胁 那么当时呢 就是说 我号中级当局 石中 和第二分区 固守邵博 就仅仅在了四天四夜 取得建立两万人 但是呢 我博也上了仅一千多人 这邵博都这么一首要 是非常的重要 正因如此 我军在如黄路上的战斗 不仅是要西进插入敌后 更是要攻黄救上 据时任华野第一师 第一旅旅长的 张震东将军回忆 如黄公路南侧 是一大片开阔地 我决定攻其异点 虚留生路 破敌就范 把开阔地 变成埋葬敌人的坟墓 在如黄路旁 张震东派第三团第三营 在分界东北方向 配合第六师 猛攻敌人 或敌向东南开阔地撤退 而第一旅主力 则集中在开阔地上 布了个大口袋 事实上 这样的战术安排 是素玉在地图前 深思熟虑之后的部署 他向张震东面授机 要采用雷公打豆腐的办法 集中力量 打分界较弱的敌第九十九旅 整个苏东七三千 规模就到底是如黄路旋 因为他是从九十九旅 从黄桥向卢高城进发 如果从这边呢 由国民党的这个四十九四的 他底下的这个二十四四 原来七十九旅 他还有一部啊 七十九旅还有一个余部吗 还有一零五 一零五旅 这时候也赶到了 一零五旅 就是四十九旅底下有三个旅 分别二十六旅 七十九旅和一零五旅 在一零五旅 然后向黄桥进发来建议 这个被我们的主力 分别包围在分界和全家电 雷公打豆腐 豆腐当然经不住打 当年在这条并不宽阔的公路上 厮杀声 枪炮声 伴随着华野的零力攻势 打破了四周的沉寂 时任华野第六十十六旅旅长的 中国楚将军回忆 第一地九十九旅 以零战队型开进部署 这种部署称 铜头铁尾烂度长 于是我方采取堵头断腰 鸡尾战术 打得敌人箭直混乱 被迫向后退缩 此时此刻 张震东的第一旅感到 迎头一击 又把敌人压了回去 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 敌人完全被打蒙了 东边枪想向南跑 南边枪想向东跑 包围圈越缩越小 我军越打越猛 下午一时 敌第九十九旅 被全捡 他们这场战役 打得最精彩的事 就是皮丁军的武旅 他赶到了 皮丁军的武旅呢 他穿着这个服装啊 他是黄色的 跟公民党部队的颜色是一样 结果我们的这个 皮丁军武力赶到了 公民党以为他的 正缘部队到了 欢欣鼓呼一下就 给我们的部队 包了一个圆 当时紧呼噜 就是说 这两天 公民党飞机的电话 他不敢轰盗 不敢手势 为什么呢 都以为 知道自己的人 这是个小插学 那么在 在如黄路上 他看到了一个 解放战争的初期 我发现也在 那机箱 打下了 公民党一架飞机 就是地匠 解放战争的地匠 当年杀生震天的 如黄路 早已归于尘寂 在那场战斗中 我军共兼敌 两个伴侣 1.7万余人 敌第99旅旅长 副旅长 军被俘虏 如黄路战斗的胜利 使进攻少博的 敌整编地二十五师 侧背受到严重威胁 只能全心撤退 至此 苏中战役 最后两次大截 圆满落幕 在运动中 建立敌人 这是苏中战役的 一个最大的特色 而且这个也是 毛泽东在战役之后 专门在嘉奖殿当中 肯定了我们 这个苏中战役的 这个战术 也是我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时战役中最著名的战力 在运动战役中 建立敌人的有声力量 始终在运动战役中 和敌人进行战斗 像高南战役 是我们属于 从宣泰战役 把部队撤下来 在运动当中 把敌人 包围在高南 然后 我们的丁领战役 是从黎博 运回过来 然后包围敌人的 叫其中队 那种如黄博战役 更是一场遭遇战役 是在运动过程当中 与敌人的主力部队发生遭遇 然后我们的反应快 把敌人的这个 有声力量 把他传承包围住 包了一个角度 所以整个苏中战役 比如说讲的 还有一个讲的 就是讲的这个 少北战役 我们要不要去 增援 所以他 就是通过在 运动当中 见面敌人的有声力量 来达到一个 唯唯就招的 这样一个效果 1946年8月28日 各战略区首长 接到来自 中共中央军委的 一封电报 电报中说 我素潭军 从7月13日 至8月27日 一个半月内 兼敌六个伴侣 及交通总队5000人 造成辉煌战果 而我军主力 只有15个团 但这15个团 每战集中优势兵力 大敌一步 故战无不胜 士气甚高 这一经验 是很好的经验 希望各区仿照办理 我们讲的 就是 就每一次战斗 他都对反 对国民党的 距离不受 他都要鸟入自掌 他每到一个地方 部队发展员 说他在每到一个地方 首先就把九一人 各级指挥洋 带到实地 看地形 看地形 然后再回到地图前 再研究战略 战术 然后再进行 整个战斗的布置 和安排 同时授予 我刚才所讲的 在每次的战斗过程中 它是根据战场的情况 随时变化的 随时变化的 周德曾经表扬过 这个授予 就是授予同志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个学习的兵犯 他的苏中战略 消灭的敌人 比自己的兵力还多 所以苏中战役 这个三万多人 这个揭灭了 敌人五万多人 这个很值得这个总结了 苏中战役 是解放战争 华东战场上 第一个大规模的揭灭战 这七次作战 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继中原脱围后 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 第一次胜利 战役结束后 延安总部发言人 高度评价了这一胜利 称之为七战七截 1946年9月12日 延安解放日报社伦 又强调指出 中原脱围七战七截 和定逃战役的胜利 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 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 蒋军必败 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当时的中央军委 也非常注重军众实践精英 军众基层的指挥员的意见 就是调整了作战思想和作战部署 原来准备在苏中打一仗 后来打了四五仗 所以结果七仗 那么苏宇在这个当中 应该说也做出了基础的贡献 新内线和外线 这是中原军委在解放战争初期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挑战 那么这样的一种重大的战略挑战 对后来解放战争的 这个顺利的进行 以及最终取得胜利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来苏中战略的实践也证明 在解放战争初期 做出了这样的这个调整 是符合当时的战争规矩的 在今天的苏中大地 几座明珠般的小城 镶嵌在湖光水色之间 一派欣欣向荣 就在这边充满生机的土地上 苏玉大将曾以超人的智慧和谋略 出其谋用其兵建其功 为苏中革命史书写了最为光辉的一页 苏玉可以说在不利的情况下 可以说是历史的情况下 用四十天的时间 消灭了两倍自己的敌人 取得了以少甚多的奇迹 也在中国军事史 世界军事史上 书写了可以讲是一个非辉煌的评价 苏玉是在我们苏中地区 甚至于全国人民爱戴的 著名的军事家 也是伟大的无尊与哥们家 这个人用十个数字 总结他的一世 一心为民 两让四命 三次心情 四度长江 五千人之一 六次和尚 七战七截 八神真诚 九死一生 十大将九死 这座布满青台的林寝中 安葬的是苏中战役牺牲的烈士 周围树木掩映 满目聪拢 七十年光阴 如水东逝 如今 烈士的林寝 沐浴着何许的春光 无声而有坚定 尖方不远处 苏裕大将的铜下 雄子鹰法 昂然挺立 寒来蜀往 万古千秋 他们早已于脚下的这片 挥洒过热血的苏中大地 荣为一体 守望着这里的秀美河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